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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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520研发团队推出了一款全新的产品 保气18美 这款产品由18种天然成分精深调配而成 专门为改善缺血、气血不足和易具的人群设计的 是一款纯天然的高品质保健品 对于新冠后遗症患者 保气18美可以提供特别的支持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 美国下个礼拜总统大选可能面临动荡 美国亚洲安全重要盟友 日本大选结果也令人震惊 据分析 这些变化恐怕使中共等对手趁机考验西方对东亚安全的决心 中共恐怕因此壮胆而加强对台湾施压 不过有观点认为中共面临政局混乱 民间社会动荡已经自古不下 对台湾的威胁也只是做个样子 据中华民国海巡署金马鹏分处表示 中共海警船继28号航行入金门水域 29号上午再度有4艘海警船航入限制水域 海巡派出4艘巡防艇将中共海警船驱离 中华民国海警署金马鹏分处表示 台湾海巡署将持续秉持不挑衅不冲突 不违背不退让不委屈之原则 坚定不移地维护我海域安全和碟碎 全心全力捍卫国家主权的权利 另外根据台湾国防部发布的声明称 法国海军舰艇从10月28号晚间到29号上午 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 这是西方国家船隻穿过这一战略水道的最新行动 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 在其Facebook页面上发帖话 法国、德国、荷兰、英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纷纷前来台湾海峡区域 维持地区和平之稳定 事实上台湾和欧洲及世界各国 正在一起捍卫区域民主 正在一起捍卫区域民主和平的共同利益 路透社报导称 中共在日本倒序周边及台湾附近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 包括与俄罗斯举行更多定期军演 以及中共军机8月首度侵犯日本领空 日本政府正展开二战以来最大的抗军行动作为因应 但日本长年执政的自民党及公民党联盟 在27日大选遭遇15年来最大的挫败 导致该联盟需要争取反对党的支持 以继续掌握众议院持续执政 这个成为美国盟邦内不满选民 拒绝现有执政党的最新例证 另一方面 美国总统大选可能由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胜出 川普先前在2017年至2021年执政期间 曾经试图向日本政府施压 要求日方为美国的军事支持支付更多费用 民调显示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利斯 在选情上呈现极其交注的状态 据分析 美国的重要盟邦日本面临大选的冲击 可能被中共及其对手撞胆 分析师指出 中共可能增加对日本领土的侵扰 并且加强对台湾施压 北韩则持续与俄罗斯深化安全合作 可能加强弹道飞弹测试 已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幕僚 谷口自然表示 就北京的角度而言 这个日本大选的结果 预示着一个理想局面 日本政治陷入瘫痪 此外谷口自然还指出 中共对日本领空及领海的侵扰 可能加剧 同时对台湾的军事挑衅 有可能成为常态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 中共如强弩之末 已经自古不下 近期因慢性节的临近 着实令中共胆战心惊 在生存危机不断逼近的情况下 中国年轻人完全不顾忌中共的警告通知 万人胸晃地在各地牵起角色扮演大潮 这些角色扮演直接影射中共政府的腐败无能 维稳变得不陷一击 10月28日 上海一男子在深夜抱着我在淮海中路路牌走在大街上 影射烏鲁木齐大火引发的白纸运动 遭到警察盘问 不过该影片已经被删除 网友纷纷回复 真是厉害 目前见到今年万圣节最狠的话 也有网友表示 白纸革命中下的种子 所以很多活动 很多话都有意义 或大或小 10月29日 南京欢乐国紧急落架了所有的万圣节元素 北京石井山公园宣布 取消巡游表演 南京万丈天地 万圣节活动取消 南京水游城宣布 万圣节期间禁止聚集性活动 上海某高校通知 万圣节期间 不要穿其中衣服 Cosplay在校内外走动 否则会被警察登记 外界认为北京高层内斗严重 军队腐败 经济严重下滑 导致的民怨沸腾 民间的反抗呼声 日益壮大 中共政权 中共政权面临分崩离息 已经自身难保 如果对台动武 说不定输给台湾 都很难说 以色列26日 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空袭 以色列军方表示 期间伊朗的多处防空设施遭到击溃 防御能力被摧毁 不过伊朗拒绝证实相关的消息 对于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 中国网络出现大量谣言 有中国小粉红网民宣称 中俄两国提供给伊朗的防空武器 帮助抵御以色列 甚至将以色列 铁虹系统拦截导弹的画面来用 称这是伊朗拦截以色列导弹的场面 白俄罗斯媒体NEXTA 在X上发布推文称 以色列陆军广播电台声明说 称伊朗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制造设施 目前伊朗国内只是剩下自制的短程 弹道导弹系统 未来两到三年内 可能不存在任何战略地对空导弹发射的能力 即使采购外国部件 也需要花费时间进行生产同部署 而中国腾讯网作者 白科片长 执法部虚假消息说 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了三波空袭 都被伊朗国内的神秘防空武器 传数拦截 甚至附上了一张 伊朗防空系统弹无虚发的动图 他声称帮助伊朗达成这种结果的 即是俄罗斯的S-300和S-400防空系统 不过随后这个消息 被其他博主揭发是偏造的 动图用的是以色列的铁窮系统 拦截导弹的旧影片 不过小粉红继续在网络热炒 伊朗国内的防空武器 X推主 埃布拉姆斯甚至宣称 成功帮助伊朗拦截导弹的神秘防空系统 使用的是伊朗 伊斯兰革命围队 导弹工厂生产的设施 此举被称为具有阿Q精神 有网友透露 相关消息最早的来源 其实是中共央视新闻的报道 央视新闻甚至转播了 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空袭的画面 并称这是伊朗的设施 造谣毫无水平 甚至流传到后来 还出现了伊朗使用中国雷射武器 拦截99%以色列导弹的消息 对此中国网友调刊说 真正成功拦截以色列导弹的武器 应该是伊朗国内的大楼、工厂 或者是军事基地 和神秘防空武器没有太大关联 这个可能就是中共的要领先 28日西安市某村庄发生拆迁争 大量村民前往曲江新区 管委会反映问题 在讨论拆迁问题的时候 居民普遍质疑 政府欺骗民众 换取了巨额的利润 根据上访民众的说法 规划局的官员在回答问题的期间 从办公楼厕所的枪跳了出去 逃避追问 据悉当时身着蓝色外套的官员 和民众讲话 后来他将枪对外打开逃跑 现场有争执出现 大碗新闻报道 引述当事人黄先生的话说 他们28日前往政府抗议 原因是当局改动规划合同 导致他们的住房拿到高压线下 激怒民众 当他们去规划局询问 要讲法的时候 为了逃避回答问题 规划局的负责人 偷偷从厕所跳窗逃跑了 29日西安市曲江新区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回应 南伊南子是一名副局长 从上午9点几到下午1点几 一直在接待市民的信访 但因为市民始终不让他离开 无奈之下从窗逃离 对此网友评论说 回答被重就轻 江西有紫鼠为鸭 西安有跳窗逃离 现在都是这样 不敢直面问题 也有些说他说了不算 不敢随便答复 于是走路 简单的问题 我回答应付还可以 他们竟然整那些 刁钻黑帛的问题 叫我怎么回答 如实讲 怎么回复领导 讲假话 你们又不信 上下都无法交代 我只好走路 据悉 早在2014年 西安市曲江新区 就曾经爆出 在拆迁时欺骗民众并且谋利 当局的手法包括 将居民住处挪到低价地区 到目前为止 全国的选前投票量较四年前大幅下降 很多选民预计将在选举日投出关键一票 依此提前投票的人员中 选民年龄更大 白人的可能性略高 不少人员来自共和党 这些趋势在决定选举的七个摇摆周中 普遍存在 早期投票的趋势无法预测选举结果 但他们可以提供有关是谁在投票的线索 多家媒体综合情报发现 65岁及以上选民的投票率 似乎比2020年明显上升 黑人选民的投票比例没有变化 但拉丁裔和亚裔选民 在提前投票的选民中所占比例减少 虽然预选投票率普遍下降 但乔治亚州是个例外 该州现场提前投票的人数 已经超过2020年的水平 在北卡罗来纳州 越来越多的选民亲自投票 具体数目增加了超过31.2万人 由于两个州的议会改革 游记选票变得非常困难 数目亦大量下降 媒体认为在全国范围内 很多共和党人强烈倾向于 在选举日现场投票 而民主党人则倾向于提前投票 全国民调显示 在提前投票期间 民主党候选人向来 占据优势 但今日有很多共和党人 亦在鼓励下提前投了票 以北卡罗来纳州的早期投票为例 到29日为止 现场提前投票的选民中 有35%是共和党人 33%是民主党人 游记选民中有27%是共和党人 36%是民主党人 按照逐约来看 在密歇根州 到目前为止 白人选民投了84%的选票 而黑人选民投了11%的选票 而在威斯康辛州 90%的选民是白人 4%是黑人 在乔治亚州 白人选民的早期投票比例 从62%上升到64% 据中共官媒消息 习近平今天对中共省部级主要官员讲话 要求在临近年中之际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的目标 目前中国各省经济普遍告急 约三分之一省份经济增长低于全国 同时川普若胜出美国总统大选 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多压力 知情人士透露 为此北京准备制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 避免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 中共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专题研讨班 29日上午在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开班 李强主持开班式 中共党魁习近平 在开班仪式上发表讲话 强调深化改革 各地区各部门 要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习近平这个月再三要求 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明显表露出一种焦虑之情 随着年底的临近 中国经济普遍告急 尤其各省经济正在拉响警报 彭博社基于中共官方数据计算 今年只有5个中国大陆省份的实际GDP增速超过去年 在已经公布三季度数据的26个省份中 有11个省份的经济放缓幅度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表现最差的省份是西藏吉林 今年的3.2%增幅 比2023年低了6个百分点 即使在浙江、上海、广东省 和江苏这样的经济重振 GDP增长速度也在放缓 10月中旬体制内经济学家 流上欺警告 如果不采取非常规行动 中国经济可能会陷入 断崖式下跌 今年第四季度更可能会大幅下滑 目前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到计时 路透社知情人士通路 为振兴经济 中共考虑在下个月 批准未来几年内 发行超过10万亿人民币 大约1.4万亿美元债券 以提振经济 消息人士表示 中共人大常委会延行会议 目的就是令北京当局有时间 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 曾哀乐定后 决定刺激经济的规模 因为川普可能制出 对中国经济不利的政策 例如曾表示 对中国进口品 加征60%关税等 如果川普当选 刺激经济的力度可能更大 规模达到10兆人民币 甚至更多 此外政府还在考虑 增加1兆人民币的额外支出 用于补贴 依旧换身等刺激消费政策 新加坡华侯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 謝棟敏表示 从计划中的刺激措施来看 北京当局首先关注的是地方债务问题 其次是稳定金融体系 再来是振兴国内需求 标普全球赋米斯则表示 如果北京并未将重点放在提振消费 那么经济前景和通缩风险 大幅改善的情景 就不太可能会出现 好 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 多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